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士官兵每日回报制度 这又是什么东西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在精进士官制度推行后 为了彰显士官督导长的地位及功能 初期有推动很多的做法 虽有小小重叠仍然强行实施 以显现士官督导长是一个有用的人 他并不是一个米虫 他并不是一个不执勤不留守的老人而已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种景象 火房就那么急了 里面又有火督 又有上级的督导官 还有上级的夜管科长 还有一个拿着布册 想要显现他的功能的士官督导长 如果我是火房兵 我肯定会疯掉 早餐就快来不及了 还要应付你们这些狗官 真是够了 曾经我们单位的士官督导长 被主官赋予了这样的任务 每天晚上两腰洞洞前 打电话给每个士官兵 了解他们现在在哪 有没有安全 几点到家 就算再赢的也要打 询问一下他们的状况 这个单位的士官兵 可是有一百多个人啊 休假的人员 每天不就是要跟营区回报了 再营的人员不是都在执行官的掌握当中了 我不知道这个主官要求士官督导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全年无休 连除夕 初一 还是有什么个人的特殊状况 士官督导长都必须在每天两腰洞洞时 跟主官回报士官兵的状况 我实在是太佩服这个士官督导长了 每天应该要多花个一两个小时来做这件事吧 他持续做了一年 真的是太厉害了 只是在这个士官督导长严密的电话追踪下 单位还是造生了士官的酒驾案件 所以重叠的回报制度到底意义在哪里 我一直对于这个回报制度很不以为然 从自己入伍开始到分科当学生 到下部队当干部 到学校当学员 到当人家的长官 我一路走来都在回报 最夸张的时期 既然要一天回报三次 有时候不小心迟报 还要被干部刁难一下 数落个几句 甚至是要惩处 而且我发现 单位设置越多的回报机制 发生军机案件的频率也增高 以下主官 以下战情 以下执行官 搞得是心神不宁 紧张兮兮 不出事才怪呢 回报的东西又都一样 为什么就不能整合回报一个就好 在营的主官 战情官及执行官 听到那么多的回报电话 也是很烦 我们休假也没有办法好好放松心情 所以这些大长官们到底在想什么 到底是谁灌输他们 多多回报就不会出事的 近期又有单位突然想到 四官兵每日回报制度 由单位四官都导长执行 以确实掌握四官兵的影外状况 我不知道这个长官下达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 依照我上面所说的 增加回报并不会减少军机案件的发生 还是你觉得单位的四官都导长都没事干 所以多增加一项工作给他们 是没错或许四官都导长都没有什么事 但是请不要再增加四官兵的困扰了 以上是我针对四官兵每日回报制度 这又是什么东西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